这年头没有一个硕道的中网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D豪L 它与第四代D豪的关系就好比卡罗拉和亚洲斯雷灵和灵上的关系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的设计前脸是用了一个能量风暴的设计语言 它的上方是一个经典的盾形格山 它不过设计的更扁更长 它下方则是一个又硕大又夸张的一个中网造型 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那种雷克萨斯那种感觉 它整个前脸的结构呈现出一个X的形状 它的设计和博越X是如出一辙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日行灯还有这下方的灯条 点亮之后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这台D豪L从数据上面来看 它的轴距为2700毫米跟卡罗拉一样 虽然它的轴距没有亚洲斯那么长 但是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都比亚洲斯要大那么一点点 来到车尾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采用了一个贯穿式尾灯的设计 车尾没有采用吉利的logo而是一些字母代替的 这种去logo化的设计看上去也是比较高级的 不过它整个下方后屁股的这种设计就没有前脸来的那么夸张 显得有点保守 它整个车屁股设计的比较高 看上去就是很翘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看看它尾箱空间表现如何 它的尾箱整个纵身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我整个人躺进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来到这台D豪L的车内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类似造型的设计也是非常简约的 有点那种北欧那种风格 它采用了一个双拼色的设计 可以让人眼前一辆这种淡蓝色官方叫做单青蓝配合黑色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那种中国水墨化那种风格 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 只是一深究 这台车的内饰可谓是细节满满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饰板 还有这边的饰板都采用了一个叫做激光雷雕的工艺 先喷涂一层专用的漆 然后再由激光在表面进行雕刻 勾勒出这种精致的纹路 还有它就是这种双色的这种缝线 这种做工不仅是精致 再配合这种摸起来很高档的面料 只有优化细节才不显得那么浮躁 这块12.3英寸的屏幕 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它是一个银河OS的系统 支持很多APP 也支持一些语音控制一些天窗空调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好吉利 打开天窗 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车里还有一个540度透明底盘功能 也是在倒车的时候非常实用的 你跟合资车讲这些配置简直就是耍流氓 它们连摄像头清晰度都搞不明白 当然了这块屏幕的功能以及按键的功能的占比 其实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非常容易上手 不像有些车 你调个后视镜都要去车机里面搞 那就太麻烦了 不过它整个类似的设计 我还是要提一个意见的 就是它这个机械挡杆 如果能设计成一个电子挡杆的话 它下方则是会有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 这样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来到后排前面位置我已经调好了 我1米75了坐在这里 空间也是够用的 它中央地台也是有努力去把它做到全平的 这个坐垫的这个高度 对于腿的承托也是非常够的 这个坐垫它不是非常柔软的那种 它毕竟要兼顾到它这块面料的耐用度 到底是耐用度还是柔软度呢 这里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扶手这里放下来 它只有两个杯架 前面这里有一个充电口 然后这下面可以放手机 不过充电口就只有一个 后排功能就这么多 我们现在把它开起来感受一下 这台D豪L它搭载的是一个1.4T加CVT的动力组合 最大马力141匹 最大扭矩235牛米 D豪GL还有D豪GS以及宾瑞都在用这款动力 它不像有些车一上来就给你1.5T180匹马力 这套1.4T它都不会给你特别澎湃的动力 但是会给你更为平顺的加速体验 60公里以下的时候 这个动力响应还是比较直接的 但是一旦超过了80公里 你再去加速就显得不是那么为所欲为了 毕竟谁开车都不是天天地板油 跑太快了 发动机的噪声也会比较大的 它的平均油耗的表现会是在7个油左右 现在92都要9块多一升 这个级别的车省油才是王道 这台车它支持一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 这套功能在开启的时候 它的跟车以及减速的时候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这个在转向方面的功能就显得有点生硬了 如果你车身稍微压一点线 可以感觉到它方向是这种一下一下这样打回来的 当然了这个级别的驾驶辅助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 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 开车还是得靠自己 这台D豪L它的底盘结构是一个前迈福逊后扭力量的结构 它的舒适性表现又不像卡罗拉甚至不如行格那么舒适 运动性方面又不如引爆来的那么直接 在经过地面一些接缝化线紧盖的时候 它的处理高情商的说法叫做路感清晰 低情方就是有一点颠了 毕竟它后面是一个扭力量的悬架 如果设置的过于柔软甚至过于舒适 整个底盘开起来是非常难开的 肯定会有人说你这个扭力量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个级别的销量冠军 朗逸宣逸他们后面都是扭力量 不也卖的都很好吗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台车的NVH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前轮的轮拱内侧 也增加了一些隔音棉来隔绝底盘的噪音 这台车它在时速60以下的时候行驶 它只能感受到一些来自地面的胎噪 风噪的一些什么的都感受不到的 但是一旦超过80还是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风噪的 当然了这个级别的车 我们不能要求它有多么好的一个静谧性 但是这台车在面对一些同级竞争对手 尤其是合资车的时候 它的整个NVH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通过今天的试驾 这台D豪L无论是配置动力方面 以及外观都是给人很大的惊喜的 肯定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外观设计有点过于前卫 当然我建议如果有机会的话设计两套前脸像引爆一样 给人更多一个选择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当然了这台车它的售价是一个9.39到10.99的区间 在紧凑级家教市场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 它的一些竞争对手全都是销量冠军来的 如果光看性价比和产品力的话 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光看性价比和产品力呢 奥托早就干掉了奥迪 所以我们也十分期待这台D豪L 在这个级别的市场中的表现 小 MTV adamallas 小 fakس 小 baby 小 NA 大 가능 小 大 大 小 Um